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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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每次碰上廉價就是這麼塞 2020年還創下史上最久 連36小時塞車紀錄 但紫報至今仍然頻繁出現 不只讓各地往來用路人崩潰 地方官也再也無法忍受 現在決定自己動起來 所有的車輛都阻擋在平面車道 那平面車道就引發 所有我們宜蘭人民的民怨 跟交通大亂 忍受15年了 我們真的還要再忍受20年嗎 你中央你拿不出一套解決的辦法 你認為我的辦法不行 絕對可以 議員思考超過半年 終於想到改善塞車妙計 說要在北宜公路前後兩端 和中間平臨路段都設置ETC系統 只要民眾到宜蘭選擇走北宜 而非國五 就能每公里領兩元除值金 等於走完全程就能獲得116塊 來對抗國五塞車主因 目前中央是為了維持行車安全 規定裡頭雪碎 每小時最多容納2400輛車 主線道還有紅綠燈管制 將車輛毀堵列為次要問題 每次綠燈15秒只有5輛車能過 就來問問正要去用雪碎民眾 你要走哪一條 走平林 雪碎 我們要去工作的 那如果改走北宜 比較不方便吧 要往來往去吧 雪碎比較快啊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你改走北宜 你不敢直接的時候 用路人還是都對國五情有獨鍾 實際來開看看是什麼道理 現在是平日 不塞車情況下 從台北公司聚集地內湖 到宜蘭熱門景點郊西車站 走國五總長45公里 開車約花43分鐘 換開北宜公路呢 總長約67公里 耗時約1小時59分鐘 是國五的近三倍使人崩潰 差40 40又要塞到當時 關鍵其實在北宜公路 有區間測速速限40公里 不到雪碎的一半 假如走北宜能領回饋 對於時間就是金錢的人來說 只怕連罰單都不夠付 不過議員也有補充 方案是想引流近兩成車輛 遠離國五 不是全部 再加上能引起各界關注 對比現在已經可以很滿足